也开始涵盖到台湾临近的各海域 我们要提醒台湾 澎湖 马祖 以及在台湾临近海域的朋友们 要注意防台的准备 航行及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的位置 那从目前的最新位置在今天早上8点 台风已经来到了宜兰东南东方 大概210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向西北溪的方向 逐渐往台湾东北部的陆地前进 我们预计大概在今天的深夜这段时间 台风的中心就有机会从宜兰或发廉附近登陆 那随后经过台湾北部陆地 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这段时间将是台风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在沿海东海岸的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5米高左右的浪 那其他的在东半部的沿海 包括横春半岛等等浪高也都有来到2米以上的浪高 风浪是逐步的在增强 我们预计今天有些海岸可能会侦测到6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风力的部分也是明显的加强 除了蓝宇站有出现11级的阵风 横加油出现10级的阵风之外 其实包括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沿岸 在今天早上都普遍已经出现了7到9级的强阵风 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步的接近 风力上会明显的再增强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风力预报的部分 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一段到中午之间的风力预报 其实各沿海都已经有机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了 那当中包括了离台风比较近的台东 绿岛蓝宇恒春以及台湾海峡上面的澎湖 可能会有9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阵风出现 到了今天下午这个风力会进一步的再增强 几乎各县市的阵风最大阵风都有机会来到10到11级 那包括内陆的县市嘉义台北跟南投 风力也会逐步的增强到8到9级 这一段时间要特别提醒是随着台风逐渐的往宜兰 跟花莲复印接近 在宜兰这边的话 在比较接近傍晚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侦测到12到13级的强阵风 甚至到了今天陆夜 我们不排除在台风中心的登陆点附近 有机会出现13级到14级的强阵风 这是非常强的风速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不过虽然台风的路径目前看起来是往宜兰的机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不排除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南北摆当的状况 所以请大家要持续注意 这个台风它未来的动态去追踪 整个台风中心附近强风可能会影响到的区域 而这个台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是针对雨量的部分 我们先从在整个降雨的趋势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这边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迎风面主要是偏向于东北风 所以是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是逐渐的增加 目前我们在太平山的累积雨量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超过200毫米 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雨势在今天会持续而且会越来越大 而到了下半天包括像中部跟南部的雨量也会逐步的增强 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风中心通过的时候 预计是台湾本岛风雨最大的时候 我们预计其实包括在整个西半部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上预计会非常可观 我们目前已经针对了包括台中以南的山区 有发布到豪雨特报可能会达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宜兰的山区也可能会来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那这样子比较明显可观的降雨或风雨会一路持续到25号的白天 那一直要到26号台风远离之后 风雨才会逐步的趋缓 但是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因此中部跟南部在26号还是持续有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是豪雨发生 整体的降雨来说会是非常可观的 而除了风和雨的影响之外 今天在台风靠近的过程当中 因为台东是属于背风面 所以在今天下午甚至到入夜 反而会有焚风的高温的出现 那从温度分布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高温的区域是在 包括花莲到台东 尤其是在台东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 而且可能是从下午 一直持续到入夜这段时间 都会有36度的高温 另外包括在金门温度也是比较高 我们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状况 所以最后我们做一点整理 在这段时间今天跟明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特别留意强风以及剧烈的豪雨的出现 那今天白天的话 北部跟东半部风雨已经蛮大的了 那在中南部澎湖风雨也会逐渐的转强 一直到今天晚上明天清晨中心通过台湾的时候 预料会是台湾跟澎湖风雨最剧烈最明显的时候 而到了明天在西半部的风雨还是会持续的 而且雨势还是蛮大 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华南 包括金门 马祖可能在25 26号清晨 都还是要留意整个台风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开始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请大家做好防海准备提高警觉 并且要多注意台风的警报资讯 以上是上午的台风说明 好 开明台风的暴风圈就在深夜的时候已经出路了 不过大家很关心是他接下来会不会持续在变胖变大 尤其是这个雨势的部分 今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 感觉北部已经风很大 雨也开始下了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时间赶快交给佑荣 好 陪资各位观众朋友 先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他还会不会在持续的长大长胖呢 我们来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近 所以他已经脱离着这个海温很高的环境底下 所以要说他持续长大长胖 目前看起来已经达到他的巅峰 所以他会是一个中度台风的前段般的姿态 来清洗我们的台湾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是在今天的深夜时间 就有机会中心是登陆到宜兰 或者是北端的花莲 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因为他的中心在凤处到陆地之后 有机会可能跟陆地产生一些交互作用 那到时候呢有可能中心会往南偏一点点 甚至呢在南北这边左右摆档 也不排除有机会哦 可能在原地绕圈圈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 就是台风的影响时程又会再跟着拉长 如果他真的在原地打圈圈的话 可能影响时间又会再多个两到三小时左右 那尤其呢像是在宜兰跟花莲地区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 在今天深夜呢到明天清晨 会是这个中心他登陆的时间点 所以到此后雨是这边风雨是最大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台风警报单 以目前来看呢 包含像是在陆上跟海上台风警报 都是在持续发布当中的 我们来看到呢在陆上台风警报 是全台各地都在发布了 海上台风警报呢 则是在各个海面都要注意 尤其呢像是在东半部地区啊 我们也有侦测到大概是三米左右的浪高 那气象鼠也说呢不排除哦 在精明两天有机会在东半部地区 侦测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至于他的位置刚刚有提醒大家 现在越来越近了 他现在呢是在宜兰的东南方 大概是230公里的地方 速度是稍微偏快了一点点 11转16公里的速度 持续稳定往西北溪的方向来走 目前来说呢 他是一个中台的前段班 进中心最大风速来到每秒是45公尺 那这也是他的巅峰了 大概呢就是会以这样的强度 来侵袭我们台湾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现在长得很胖又很圆哦 因为他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呢 是还有250公里 所以说到时候他的暴风圈 一定会笼罩我们全台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的台风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呢 预估最快的话 就是在今天深夜的时间 他的中心就会登入宜兰 或者呢是北花莲 那预估最快要出海的时间啊 可能是要等到明天的清晨 或是明天的上半天 就有机会呢 可能是在新竹 或是桃园这一带出海 所以他印象我们最激烈的时间 就是落在今明这两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几天的降雨上面的最新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呢 周三周四这两天啊 包含上次在西半部地区呢 的雨势几乎都是来到子曝等级 那要特别留意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朋友 还有在宜兰山区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些地方的雨量呢 非常有机会可能来到超大 豪雨等级的雨势 那再加上说这零四零三地震过后啊 其实都没有台风的到来 那在这一次中台呢 到来我们台湾之后要特别小心 就是山区有可能会有摊坊 或是土石流发生的状况 那到了礼拜五之后呢 这个台风远离 但是引进西南风 所以可以看到 礼拜五虽然说北台湾的雨势趋缓 但是东南部地区朋友 可能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容易会有一些大雨 或者是一些局部阵雨的发生 我们就来看看在这几天的总雨量预估 刚刚一再提醒呢 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山区附近的朋友 那尤其那是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在宜兰山区 包含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总雨量预估啊 像是在中部地区的山区 总雨量预估呢 将近来到一千 甚至是一千一百毫米 那这方有机会就来到制灾性的等级哦 再度提醒 山区要顺防容易会有摊坊 或是土石流发生的状况 那至于在风力预估上面来看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包含上次在整体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新北市啊 平均风力是来到了四到五级 但瞬间震风呢 是可以来到六到七级的 那另外像是在台北市区来说的话呢 平均震风也是有三到四级 那瞬间震风也是有五到六级 那至于在兰雨的话呢 在今天早上啊 七上署有侦测到十一级的强震风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 就是风力方面还是不容小觑的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次的长浪讯息 一开始有提醒大家 在现在来说呢 东半部地区我们已经侦测到 大概是三到四米左右的浪高 那也不排除那方有机会哦 在东半部地区 今天还有机会出现了五到六米左右浪高 所以呢今天沿海作业 还是尽量避免 而且千千万万不要去海边 那最后也帮您统整一下 这一次台风所影响到我们的时辰 它的暴风圈呢 已经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后出道陆地 那最快的话呢 就在今天晚上或是深夜的时间 就会登陆在宜兰或是北花莲 所以呢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会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今明这两天 全台各地要沿防强风好雨 那至于到了礼拜五的时间呢 是东半部地区 是在中南部地区 要沿防容易会有些大雨 或是好雨的发生 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过我们来看到凯米台风啊 其实它的路径跟过去 有些台风有一点像 包含上是2017年的泥沙 还有2013年的苏利台风 其实路径呢都很雷同 那很值得注意的是呢 过去这些台风啊 都带来很严重的灾情 那再加上这次台米的结构 看起来非常完整 所以呢全台都没有办法掉以情形 19根电线杆 像骨牌倒在路中央 2017年中台泥沙 依然刮起16级抢阵风 和平电厂输电铁塔不堪倒地 导致大台北限电 间接造成815全台大停电 2013年强台苏利 酿成全台三死54伤 盘点历年台风陆镜跟这回凯米超相似的 威力都不小 对台湾影响也很大 过去台风陆镜和凯米雷同的 还包括2012年苏拉台风 全台带来好雨又是冯大潮多处港口海水斗罐 苏花公路摊坊中段十天造成全台五人死亡 2008年墙密墙台新竹吹出罕见十二级墙风 造成两人死亡 还有2007年墙台科罗沙曾造成全台233万户停电 比较像的会是这个2017年的这个泥沙台风 这个台风本身的强度也还在慢慢的增强 到台湾附近的时候应该会是这个中台的这个上限 凯米掩抢结构完整加上核心又强直接撞进台湾 恐造成宜兰台北基隆北部一带直接受冲击 不只如此凯米带来的西南窃流更可能带来中南部超大豪雨 这块凯米暴风圈笼罩全台 无论北中南东全台上下都得延放灾情 三里熊蒙古哈罗普台北采访报道 凯米台风逼近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在各地会造成风雨非常严重的灾情 所以大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们三里团队也守护在全台各地 但也来关心各地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基隆朝靖公园 目前的风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 现在赶快连线基隆莫长征 带我们了解象征 我们人在基隆的朝靖公园 透过画面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现场的风势相当的强劲 那现场的雨势呢 其实是一阵一阵的来 那其实根据庄庄气象署的预报 台米台风夹带的风势呢 每一秒是来到了五十五公尺 瞬间风速最高可以达到十六级阵风 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而在这个岸边的情况是这样 那刚刚在靠近朝靖公园附近的 调和工友市场呢 其实基隆今天是停班课的 但还是有摊商出来摆摊了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可以听到他们都是在地的自根农 就是担心中台凯米会损坏他们自己跟做的农作物 所以趁着风雨还不太大的时候 赶紧出来摆摊 但现场的人潮可以说是相当的稀稀落落 没什么人潮 不过能卖多少是多少 而回到朝靖公园这一头呢 现场的风势跟雨势呢 有逐渐增长的感觉 我们在现场的感受相当深刻 那其实呢 在这个朝靖公园这边入口处的摊方处呢 也还看得到公务车在这边运作 因为他们工作人员一早就来 他们要准备24小时在这里待命 就怕这个摊方会继续恶化 所以还有怪手在下面等待 那这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回棚内 台米台风席台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真的是尽量不要外出 因为外面风雨很大 尤其东部地区是首当其冲 宜兰花莲状况如何 马上带你来看 在乌石港这里雨势是越来越大 尤其还刮起了五级阵风 现在状况我们连线记者张书涵 告诉大家 书涵 好多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台风凯米的最新情形 记得现在在的位置呢 就是宜兰的乌石港 其实今天宜兰呢 一整天目前都是出现了间歇性的降雨 像是现在其实是没有雨势的 虽然在烧倒的时候还出现了太阳 不过在风势的部分呢 就有变得更加的强劲 像现在的风势已经来到了五六级左右 所以透过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我旁边的木瓜树呢 是因为风势太强的关心 硬生生树枝被折 树干被折成了两半 可以看到了这个喂熟的木瓜呢 是全部都散落在了地上 也跟这个树枝是夹杂在一起 也可以显示 显现出哦 其实这个风势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而因为其实外奥沙滩呢 不仅是有像是观光圣地 像是有非常多的冲浪业者啊 还有一些飞行产的业者都会来这边 所以呢他们昨天也提早做了房台准备 把一些帐篷的棚子也都拆掉了 而现在呢 因为外奥沙滩也是警戒的区域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沙滩的部分 上面呢都放上了三角锥 还有红色的旗帜 就是要提醒民众哦 千万不要来关浪 那海巡人员也会加强的来巡逻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浪哦 现在的浪可以说是非常的凶猛 一波一波的打上岸 而且打上来的程度呢 离岸边是越来越近 而现在在宜兰投城的沿海部分呢 也掀起了长浪 现在的浪高呢 飞近了4.7公尺 而我们也知道了 台风凯米现在是逐渐朝台湾飞近 目前暴风圈已经接触到了东部的陆地 所以感受到的威力会逐渐的健强 而台风中心也预计在今天深夜左右 就会从宜兰到北花莲的交界处登陆 也代表说其实这个风雨呢 越晚这个强度会越来越强 也提醒观众朋友呢 没事不要出门 如果要出门就要记得 携带雨具做好防台准备 那以上就在宜兰 为您掌握到今天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回您 好谢谢舒涵 实际上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感受到风雨 而在日本冲绳这里同样开始 有觉得风雨越来越强了 在当地二十三号下午 日本民众开始做了防台准备 包含是日本的两大航空公司 针对进出冲绳地区 已经有五十几架的航班取消 至少影响了四千九百旅客人次 那当地石原岛的全运班次全面取消 冲绳石原岛出现旁边大雨 二十日中午过后 随着台风逼近台湾东北部 外温环流也开始影响日本地区 三号台风凯米让日本冲绳线 不得不严加戒备 可以看到旅馆工作人员 冒雨紧急施工 一条条翠绿的秋葵随风摇晃 虽然近来正值产季 但遇上台风 农民也只能忍痛提前抢收 日本当局已经对石原岛 发布次高的四级警戒 包含附近与纳国岛等地区 也对外开放避难所 23日下午起 石原岛船只全速停航 八重山地区空中交通 同样受到冲击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 全日空一机日本航空 针对25日以前 数十架班次都已经取消 冲绳公固一机下地岛机场航下 也将全天关闭 日本气象庭警告 24日中午前后 仙道群道将出现强烈风雨 日媒提到这次台风入境 与2015年第21号台风 非常类似 当时出现超过81公尺的瞬间风速 在宇纳国岛有300多栋房屋毁损 甚至电线杆和风力发电机都被吹断 眼前台风虽然没到这个程度 但暴风威力还可能进一步发展 官方提醒民众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三点新闻 您好报道